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到尼亚加拉瀑布 Nicra Foods吧 尼亚加拉瀑布是许多人到美东必游的景点 尤其是夏天更是最佳的时间 从5月到9月 此时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量最大最为壮观 气候合适景色最美 关铺赏景玩水 还有烟火周边娱乐也是很多的 美国及加拿大呢 也推出了几种经济实惠的套票组合 供游客选购 Nagora在印第安语中啊 就是雷神之水的意思 其震撼可见一斑 Nagora Foods是世界上三大瀑布之一 也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北美这一大的瀑布 横跨了美加两国极其的壮观美丽 尼亚加拉大瀑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瀑布 它是由三个瀑布所组成 其中马蹄形瀑布位于加拿大 这是最大的一个瀑布因其形状同马蹄而得名 另外两个是美国瀑布和新娘面纱瀑布 这两次呢就是位于美国境内 不过由于瀑布都是面向加拿大 所以呢如果要一睹瀑布的真面目 在加拿大观赏就是比较理想的 如果由加拿大多伦多出发 自驾是最便捷的方式 大约1.5小时就能够到达 可以边走边玩 沿途有着多处的网红小镇和景点 如果是搭乘公共交通呢 就可以使用VR火车 由多伦多联合车站到尼亚加拉瀑布车站 车程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 长途大巴交通的话呢 就是从多伦多长途车站出发 到尼亚加拉瀑布车站 车程呢大概是1.5到2小时左右 那么到了尼亚加拉瀑布车站 再到瀑布的核心区 仅有3.8公里 打车只要10分钟就可以到达 或者呢也可以搭乘Vigo Line巴士 绿线就可以到达了 如果想要近距离的观看瀑布呢 就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电子设备和贵重物品 像是准备好防水相机 防水保护壳防水包等等 水屋太大了 就会让眼镜模糊 也要记得带好眼镜布纸巾等等的 要近距离观看瀑布呢 那么就可以选择桌檐中心观景台 这里是免费看瀑布的最佳位置 桌檐中心也是游客资讯中心 每年有数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 在桌檐中心观景台享受马蹄瀑布边缘的雷鸣般的水深 这里还有糖果店、礼品店、美食、广场 也可以选择到瀑布后面去探险 瀑布水帘洞之旅呢 会有一个电梯带你到李亚拉家瀑布水帘的后面 听隆隆的瀑布声 看瀑布的静景 趁着电梯下降150英尺 沿着金盐通过隧道抵达瀑布水帘之后 站在扑朔迷离的水屋之中 从下往上仰望你亚拉家大瀑布的浩瀑 体验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淡水在你面前倾泻而下 气势澎湃千勋万马在峡谷回荡不已 这里呢是全年营运的 夏季就会提供免费的雨批 水帘内另外有两个小平台 是位在瀑布的正后方 所以从平台望出去 看到的就是像碎莲道后面那样看瀑布一样 哗啦哗啦的大瀑布就像触手可及那般 非常的震撼兴起又有趣 也可以搭买号角游轮看瀑布 这个呢算是尼亚拉家最经典的体验项目了 进入踏瀑布的中心地带 任由水花打在脸上 体验不一样的震撼 美国一侧呢就是乘坐尼亚拉家的物中少女游轮 在加拿大一侧呢就是乘坐 Home Blower 观光游轮使劲漩涡 加拿大端跟美国端的游客啊 会穿上不同颜色的雨衣 尼亚拉家大瀑布游轮之旅 是加拿大最继标志性的游览体验 并数以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震撼不已 搭乘游轮使路瀑布中心地带 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体验 游船可以容纳700位乘客 分层甲板 360度无障碍的观赏景区 小吃点心店 酒吧 合乘客洗手间 等等设备齐全 不同游船有不同的价格 就有制间船 夜间船 VIP游船 还有观烟花游船 号角日间游船呢 航程是20分钟 搭乘游船可以驶路 尼亚拉家瀑布心脏 近距离地感受大峡谷 美国瀑布 新年面沙瀑布 及雄伟壮观的马蹄瀑布 幸运的话 还可以看到 七彩金环高画在 马蹄形的大瀑布 正上岗 那么夜景游船呢 航程大约是40分钟 夜游体验以傍晚的日落为背景 在耀眼的城市灯光 五彩缤纷的瀑布照明 以及迅烂烟花的寸托下 号角游轮的全新夜间体验 可谓是独一无二了 再搭配船上的音乐 每天美酒西点 瀑布游轮夜游 再完美不过了 而夜间灯光秀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一般从傍晚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到两点左右 而灯光秀也会根据特殊的日子 像是加拿大日独立日等呢 或者是应会员要求打出不同的颜色 有时候呢 持续的时间也不同 每小时内大概有15分钟 烟花秀的话 只要是天系允许 夏天每晚都有 就可以到桌檐周星 还有周边 或者是到云霄塔 号角游轮 以及马蹄瀑布观景房间的酒店 都可以观赏到 那么 俯盖尼亚拉加瀑布 又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 你呢 就可以选择到云霄塔 武干瀑布 可以从上空 俯盖尼亚拉加瀑布的全景 云霄塔就包括有 室内室外的观景台 两家观景餐厅 喜欢拍照的游客 建议准备好 长焦和广角镜头 随时捕捉最完美的画面 观景台乘坐电梯 只需要52秒 就可以登上775英尺高的观景台 可在室内外观赏壮丽的瀑布 以及周边8000平方尺的加拿大和美国境内的建筑以及风光 电梯是玻璃门 在上升的过程呢 就可以看到瀑布了 或者你也可以搭乘直升机 全景观赏大瀑布 登上一架最先进的直升飞机 将有专业的飞行员带你冲向云霄 在尼亚拉加大瀑布上进行一次直升机之旅 欣赏壮观的瀑布景观 在直升机飞行途中 你将从空中俯瞰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观呢 当然呢 你还可以选择在瀑布的景观酒店欣赏美景啦 而另外一个特别的体验呢 就是观看尼亚拉加大瀑布的EMAX电影 日一部4D仿真电影 这个呢 不需要身体打势 就能够用EMAX的方式 真切的体验尼亚拉加大瀑布 影片将讲述与瀑布相关的历史故事 您将以历史上的勇士一起投入瀑布之中 透过EMAX电影 体验地板游动 雷鸣霹雳 雨雪交加等4D媒体仿真体验 亲身体验瀑布诞生过程的再现 感受身临其境的震撼效果 夏天就到尼亚拉加瀑布畅游玩水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精彩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